欢迎和感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 我是百合博士 从上讲内容我们知道 体格指数BMI大于25的时候 就会被针断为肥胖 肥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 吃喝进体内的热量 超过了所需要消耗的热量 那剩余的热量的一部分 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 这时我们可能都会想到 要是有谁能控制和叫停这个过程 抑制住食欲少吃点 促进新陈代谢多消耗蟹 就不会肥胖了 其实科学研究发现 这种物质是有的 而且就存在于积蓄的脂肪里 当我们的身体进食过度时 脂肪组织里就会自动分泌一种激素 叫做Leptin 然后这个信号 还会传向大脑的 下丘脑的满腹中枢 这时满腹中枢就会下达一个 吃饱了的信号 我们的身体就会抑制食欲 而不再进食 并且还会活化交感神经 增加能量的消耗 这样就不会肥胖了 可是现实中不是这样啊 科学家研究还发现有一种现象 就是有时候过度饮食时 虽然脂肪组织也分泌了大量的受素 但大脑的满腹中枢里的传感器 却对这个信号不反应 因此也不会发出 吃饱了多消耗的指挥信号 甚至是相反 以为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 摄入的量却增加了 这种现象被称为 Leptin Resistance 就是受素抵抗现象 那是谁影响了受素的工作 让大脑的受素传感器失灵的呢 是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还有Omega-6类型的 不饱和脂肪酸 它们都是普遍存在于加工食品 以及一些食物添加剂里的 那么经常食用含有这些物质的食物 就会引起胃肪酸的 甚至是全身体的慢性炎症 而引起功能不调 还有运动不足 磁激素的减少 熬夜 使生物中节律混乱 这些因素都是使大脑 磁素传感器失灵的原因 那了解了这些让磁素传感器失灵的因素 就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改进改善 帮助恢复磁素传感器的功能 比如第一 可以通过摄入食物纤维丰富的食品 积极地治疗慢性炎症 第二 消除心理的焦虑 建立不易撼动的强大的内心价值观 第三 限制糖质和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多食用富含Omega-3类的 不饱和脂肪酸类的食物 比如 青鱼 高妈 第四 就是积极地改善睡眠 调整好生物中的节律 第五 要积极地定时定量的运动 具体的做法 可以参考以前的视频 去进一步了解 好 如果你收益于我这期的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 也请关注我的下一期视频 体脂肪与内脏脂肪 非常感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